九重药神 这玩得也太大了吧 郎面 你上月刚抵达八重境巅峰 现在就突飞猛进 想来定有贵人相助 不错 为了答谢那位贵人 只能委屈老朋友 献上人头了 鱼虎毛皮必将自食恶果 跟昊天宫合作 不是天真 就是蠢 少在那夸大其词 说再多 也改变不了败局 放心 此战过后 我会尽快送那四条泥球 和你团聚 战儿 郎天 一个不留 想动他们 先雇我这关 够好你自己吧 宣指杀 阁下仗义出手 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开门见山吧 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合作是最好的选择 只要赶在昊天出关前 加入修罗城 便可保数年平安 我为什么要合作 以你的个性 绝不允许一把利剑 石刻悬于头顶 话虽如此 你怎么确定 我会答应合作 我们有办法 帮你在短时间内 至少提升两层境界 飞龙山虽然算不上顶尖事业 但也拿得出不少像样的宝物 对诸位来说 有利无害 眼下我方实胆力薄 的确需要盟友 两方合作 最重要的是信任 你我身为一族 信任何来 我等既非恶徒 也非善类 不过有一点可以保证 除昊天公 此等奸邪之外 我们从未主动 伤害过任何人组 我知道 飞龙山素来是亲人派 为牌一派所不如 先前 我被宗氏武圣跟踪 多亏二山主元首 才没有暴露 看你追到几时 我被宗人 六重五胜权力一击 果然不同凡响 怕三个精简压人 算什么本事 聂修 我拦住你 拦住他 金铁 你也救不了你 不顾分雷 你的根基比浩逸强很多 可惜 依旧杀不了我 怎么样 他是天生健体 自愈能力很强 无需担心 今日便是航运期 各个码头被围得水泄不通 想走恐怕不容易 更何况 你们 要去哪儿 看样子 胸台已无大碍 我们就此别过 等等 告诉我 你身上的先天剑意从何修来 否则 否则 否则我就赖着你 什么先天剑意 我明明将九龙剑下藏得很好 他怎么会察觉 我没有先天剑意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告辞 我不会放弃的 记住我的名字 玄天剑意 萧 听 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还望大人明查呀 我等何许 为什么要浪费精力 在你家破殿上 当然 如果你们成衣够足的话 尚有转环余地 成衣 本殿前半年的所有收益 总共十万金 就当请诸位喝茶了 哪儿来的行祸 赶快本大爷的好事 阿杂之人 不配用剑 崴了他 得罪我 你就当 再多说一句 废了你 我 得下宝大的口气 朕当我浩天宫无人吗 蛤 哦 哦 哦 你是九龙剑侠的气灵 不错 勉勉强强 指你叫我小酒吧 九龙剑侠看着那么 古朴 不承想 气灵竟然是个小姑娘 丑就丑 犯得着绕弯子嘛 人族就是虚伪 要不是看在你是她的份上 我才烂得多管闲事 她 小真我 她究竟是怎样的人 帅 非常帅 是天底下最好最厉害的神 你们这些愚蠢的人族全部加起来 连她的小拇指都不如 真